泰坦尼克号是一艘英国的豪华邮轮 于1912年4月10日开始首航 并计划横渡大西洋 将乘客从英国的南安普顿港 送往美国的纽约港 然而 这艘被认为是当时最大 最豪华的客轮在其首航期间遭遇了一场灾难 1912年4月14日晚上11点40分左右 泰坦尼克号撞上了一座冰山 导致船体严重受损 由于设计缺陷和未能提供足够的救生艇 船上的乘客和船员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 尽管船员们竭尽全力将乘客撤离 并发送求救信号 但帮助到达时已经太迟 泰坦尼克号上共有2224名乘客和船员 其中超过1500人丧生 使这次事故成为当时最严重的海难之一 事故发生后 救援船只卡拉帕索卡尔帕斯也赶到现场 成功地从冰冷的海水中救起了约705人 并引发了对船部安全规定的改革 事故后 国际社会开始建立更严格的海上安全标准 包括增加救生艇数量 改进船舶设计以及建立更有效的求救系统 泰坦尼克号的沉默也成为了文化中的重要元素 激发了许多电影 书籍和音乐作品的创作 这个事件的记忆一直深深地刻在人们的心中 泰坦尼克号的沉默 也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灾难之一